而院内的查铺和商店也都交给运轩管理 现在人气盾望的 是这些只有几极大的二手商店 那你觉得要卖东西快乐吗 快乐 好玩 快乐 嗯 给你送送来 不要不会退化 那你觉得对自己的情况也比较好 有 不过就是 要环境比较 比较 其实健身分泌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疾病 它不是说好了 很多病人就是接受治疗会改善 它不会有干扰心 但是它要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功能 会有一些障碍 所以有些 加上药物关系 有一些它肢体会比较僵硬一点 动作协调会比较差 而且它因为发病的关系 它整个注意持续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如果给它适当的复健治疗 接触人情 对它的持续力 注意力 还有它的那个动作协调度都有改善 而且精神病很多 就是说它对人际关系会有一些伤害 因为大家怕它 它到最后也会怕别人 所以如果给它更少人际互动 对它的 所以为了它 所以这些社会也会有很大的动作 整个园区由院生自己管理 工作人员大多只是位居福导的角色 所以院生来说 这是一个没有异样眼光 自主自主的乐园 我们坚信人性的价值就是说 不管你得了什么样的病 你病了多久 你永远是一个人 你对人性的需求 永远需要被满足 而不是光把你治疗 吃药而已 你说人性当中 爱 被爱 自我实现 都是我们要去提供给你的 所以我们开始在营造一个 我们的一个艺人为本的环境 希望病人能在我们这里的环境里面 尽可能的重新他的生活 精神病患者 长期遭到一般大众的误解与歧视 说不知这只是好天坏天的机率问题 精神病就是 比较常会 你就像健康的人 他会好 但是反复发错 而且他发错的时候 会对别人造成影响 所以就是大家会 比较对他有一些畏惧 那精神观人症 譬如说失眠 或小龄 他生命的时候别人不小 所以对别人不会造成影响 所以当事人 会造成一些不变 那像精神病 就以精神分裂症来讲 他大概是1% 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到 那最主要翻译还是体质的问题 那叫做压力 那体质就是 你可能父母亲都很正常 你会是有1%左右的机率可以得病 那当然有点 体质就跟一种有关系 假设说你父母亲有一方是精神 病的话你得病的疾症就是10% 精神疾病患者 透过适当的药物控制 仍旧可以逐渐恢复 现场的生活机能 但现在的医疗体系 和大众对疾病的误解 仍旧无法落实社区养护中心的体质 不仅有些病患离家遥远 在社会的其他角落 也仍有被错误对待的病患 当然是觉得很感伤 就是在欧洲在200年前 他们就不主张把病人就是靠起来 关起来 他们那时候就主张用人道的方法对待 那精神病的治疗在这几次 就是有长足的进步 目前药物大部分都可以治疗非常好 而且就是人性化最大 就是对抗病情恢复 也有很大的帮助 许多院生留在这里接受治疗 有的甚至住了长达一二十年 虽然在这里的生活 感觉比其他地方自在 但多少有想家的念头 每个人都是想回家的 但是还是要经过医师的指数 我们才有必须接受 让家人去接受我们 我们也要表现好 家人才愿意接纳我们 让我们宿运环境 他们不仅做任何事都很认真 因为外界的眼光当他们太真 别人的肯定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今年他们勇敢的走出乐园 以自己的能力帮忙吃散木管 因为主要我们表演都是 像庙奥会啊 还有人家拍幕啊 还有一些活动啊 什么妈祖的这样 然后这次能够帮人家募款 我们觉得很荣幸 参加起来也感觉非常有意义 踏出病房 他们活在江光下 但难得 继续如何走出外界眼光 所造成的意义 对上进程人标签的多数人 是否承诺 一个重新规则他们的机会 踏出病房 他们活在阳光下 可是难得是哦 很多周遭的朋友想要知道说 他们在这好起来 如果我周遭了这样的朋友 他们会不会好起来 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机会好起来 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精神疾病就是 稳定就叫做好了 稳定就叫做 就像糖尿病高血压 他即使他的血糖是正常的 血压值是正常 他一样要吃高血压的药 要吃糖尿病的药 精神疾病的朋友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很多人 很多家族或者社会上 有很多的一个 其他说 不要吃药再吃就好起来 可是我们的定义是这样 他要维持一个最低的药量 然后让他维持生活的功能 能够跟一般人一样 所以大家的期待 要放在他稳定 按时吃药稳定 然后有接受附件的治疗 或其他的治疗 我正想请问一下 比如说像 吃药的人是 已经很正 就是比较严重的人才吃药 还是说其实像 我刚才说 我周遭有很多的 一些主管们 他可能就是因为 睡不着觉 然后心理压力很大 甚至曾经有 可能有吃过 忧郁症的药两个月 觉得其实也没什么 帮忙 然后就停药 像这样子需要吃一辈子吗 还是说 你切断性吃完就不够 那要看他的一个状况 然后最后要跟医生讨论 不要自己 脉丸去停药 也不要自己去增加药 也不要自己去减药 很多人就是 因为自己是老病后 他就觉得 我吃一颗红的 少吃一点 那颗白的多吃一点 其实都是很不好的一个方式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去跟医生做一个讨论 那你是帮助什么呢 如果去听 是心方面的问题 那你帮助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讲 是因为 它是思想行为情绪 可是其实人的思想行为情绪 由哪里来控制 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从脑部 所以我们讲 为什么说精神疾病是化学的 那个 就是脑内的 去变化 对 痰导素 或者荷尔蒙这些的思想 所以药物也是在帮助 把这些痰导素 把这些荷尔蒙事件 都把它反转回来 那再次 你刚刚也提到很好 就是说 他到底该不该去看精神科医师 什么时候我应该看精神科医师 他不觉得我过去 不过睡不着 我们个人 我个人会认为说 就是对你生活干扰的程度有多少 你真的认为 每天睡两个小时 对你没有干扰吗 如果你每天不是睡两个小时 会不会你的生活会更融化 会不会你与人互动 会不会你的工作表现会更高 可是我觉得他会被怕 很多人会被怕凶 我去看了以后 变子问题 变子标签嘛 你现在以为说 想要个脚啊 这个诚意嘛 其实只要他是去精神科医师那边看得准 那个药量都是安全的 除非你自己擅自调药 或者是你再听途说一些什么偏忽 那个谁都不敢否则会不会出问题 只要你是 一般是住年的药 安眠药 它比较有诚意的问题 那抗精神病的药 抗忧郁的药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诚意的问题 那但是你精神疾病都患着 讲说我抗忧郁药 我头发还要搭配一个助免的药 那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配 让你不会沉迷就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怎么说 你不要到别的科去走 你还是要去生育科去精神科 因为他才是专家 对 所以你该不该 你是不是要 你看是不是该看精神 是不是精神疾病 一定要由医师来诊 那当然我们是消费者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医师 他其实好像对我们 就不是那么的了解 或者就没有那么想要知道 我们的各种状况 那一般我们要学着表达 有时候接写一下 人家到诊宾就忘了 另外这种就是说 我们一起去办医师 我们也可以去 我们一起去讨论 现在我如果今天我要拍个 拍个什么单位 会去讨论 你也可以来讨论 然后找到一个 对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医师 那就是诊论 我们也不想去理化 因为 比方说有一些 关人症的患者 他可能在 人生的这个阶段 然后现在这个 这个阶段 你现在就是整天的 对不对 就是那个受灾祸 那这个时候 你不去求助的话 只是会让你自己崩溃 特别你还会轻生 这个时候 或许你在人生 这个转战阶段 或许你需要一点助免药 或许你需要一点 抗焦虑或抗忧药 那等这一段时间过了之后 你可以再 想出你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要 多元的服务 社会上要有 多元的活动 多元的服务